抗原阳性的宝宝 然后他只有12个月大 然后当时他妈妈说这个宝宝发热 然后咳嗽 非常的着急 然后是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个呼吸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宝宝是一边哭一边喘气 就听着非常的揪心 能做些什么呢 这个情况下 告诉妈妈就是这个宝宝衣服 他不能污这么多 然后可以给宝宝的一些部位 比如说像脖子啊 腋下腹股沟 他一辆身子 然后帮助他叫人温 然后但是同时呢 也就是不能把他放在这个风口 不然的话容易着凉 然后睡着了之后呢 我跟妈妈说就不能掉以轻心 然后要听一听这个宝宝的呼吸音 比如说他是不是会有一个呼吸困难 然后他的谈命音还重不重 所以这个就其实要妈妈付出很多 所以我们还有一部分安抚 就是去跟这个妈妈说你非常的伟大 然后这段时间要辛苦你多照看宝宝 这种安抚有用吗你感觉 我个人觉得一定程度上可能能让妈妈稍微放心一些些 就像是有人在合作谈一样 让她冷静下来 对妈妈今天特地来告诉我们说 宝宝已经痊愈了 然后核酸抗炎是阴性的 昨天丹材别增也是阴性的 然后她说谢谢我们在她焦虑不住的时候给她力量 我看到就是很欣慰 因为觉得自己学到的这些知识是有用的 走这一条路是很值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